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玲 大家好,我是月儿 我们已经有好久没有两个人一起拍了 对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玩多人游戏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 砰砰 砰砰 图案 对对碰 砰砰 我们现在已经把玩具拿出来了 可以看到我们 这边都各自有非常多的图案 我们要把这些图案都放到对面的盒子里面 像这样把它放好 然后我们要在规定的时间里面 谁全部先放完谁就赢了嘛 其实这个游戏规则很简单 那就马上开始了 但是我们有一个时间的限制 对不对 旋转到50秒 好了 然后我们一按这个按钮下去 我们就要开始计时了 对,先把这个按下去 对,先把这个按下去 OK OK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两个 能不能在50秒之内把这个图案全部的拼完呢 另外谁拼的更快呢 今天是我啦 Go 开始,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走喽 走喽 哇,这个好难耶 这么好难哦 啊,我最害怕这些了 它会突然跳起来的 对,待会它如果时间到了它就会突然跳起来的 最害怕这些了 啊,你为什么不适呢 啊,你为什么不适呢 一定要对准了 这个,一定要对准 有6边形跟5边形 哇,在哪在哪 没有这个呢 我觉得 有的形状还没有 是不是 是 好紧张 而且我们必须要摆好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不过时间还没到 我可以看看我在时间里面 能不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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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死了 对 哎 还差两个 还差两个 对,反应会不会太慢 没在时间里面摆进去 哎,不过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两个都是左撇子吗 那我们 那这一局为了公平 然后我们俩换一下位置 换一下位置 对,我们换一下位置 看一下 到底是因为 我们手的原因呢 还是因为 呃 是因为 那个反射弧太短了 或者说太长了呢 好 换位置 好 第二轮 go 好 开始 第二轮开始了 啊 我超不行的 你看我还没放进去 天啊 好难哦 眼睛也看不见 手也看不 手也碰不进去 简哥 你很厉害啊 哎 我发现这个有点不一样了 啊 真的吗 哦 一样的吗 我觉得五角星是很难哎 对 放进去 很难哦 哎 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感觉时间快到了是不是 啊 你 你不要因为时间快到了就开始 害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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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es 什么结果 你不要害怕 你害怕就不行了 你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你害怕会跳起来 然后就说 啊不要不要 对每次这样的话 然后就更不敢往下放 所以就更浪费时间 所以小朋友们如果在做手 千万不要像他一样太胆小 但是我们来挑战一下月儿能不能在 三十秒之内完成这个图案对对碰呢 好 加油加油 哇 是没时间了吗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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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加油 你不要 你不要 哦果然 第一次 第一次挑战失败有三个 对 三十秒太难了 你有没有心心挑战第二次翻十秒 那就再来一次好不好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想查一下 是不行 因为我真的是看不清楚这些图案 第二次 三十秒讨战 Go 最后发现自己要讨战八百 别说话 专注 专注 ange 哈哈 还是差吗 差两个 哦 看来三十秒对我们来说差一点 刚才差两个 对 这次 对 刚才差三个 这次 差两个 好 那最后我们再来玩一轮 这一轮呢我们就是不计时了 就直接看我们两个人谁先快速的摆完 那赢快速摆完的人赢的人呢就可以拿到棒锤 然后呢我就可以拿这个棒锤来打你 虽然说现在还不知道是打我还是说我打你 但是呢输的人可以马上拿到头盔来保护自己 就是你发现对方已经拼完了 他好像要拿出棒锤 所以马上就拿出这个头盔 看谁的反应更快了 虽然我觉得可能是我拿头盔 我也觉得应该会是你啊 每一次都是他先拼完 好吧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来比拼一下吧 就算你先拼完但是你不一定打得到我哦 那就比比看了 Let's go 开始 我还没摆完等一下 摆完了你真的摆完了好准备好了 但是你刚刚那我们就321了你刚刚才摆完好不好 321 正好打在他头盔上好了 看你侥幸获胜 OK 好了今天呢我和月儿就一起玩这个非常易致的图案对对碰的玩具 怎么样大开台有趣吗 如果觉得有趣的话千万别忘记订阅我们频道 咱们要下方回码 还会有更多铃可加东上等着你们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